取消,如果假设我原来是这样,因为我这一行,我把它注解掉之后,你会发现它原来是这样子 是 白白的,把它关掉 关掉,因为我要把这一行写进来了,所以有这个事件 假设我今天要用我自己的版面的话,把这个打开 你会发现,颜色才可以加进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看这个 除了刚刚的这个label之外,如果要加上比如说button,按钮的部分,那实际上都大同小异 只是说呢,上面它的功能不太一样,那基本上button比较单纯,就一个按钮 上面有什么字,那回穿回来有什么讯息等等的 那将来当然我们会再交所谓的事件,点下去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出来 就跟在VB一样,点了这个东西,只是说 我们的那个事件,VB是点两下就可以撰写 但是在Java里面,你必须要自己去写 比较麻烦一点点 那至于说怎么样产生这个button的类别 怎么使用呢,当然跟label大同小异 首先一样嘛,如果我们把它写在这个 man的上面,外面的话呢,比较status一样 然后产生一个frame 那这地方你也可以改写看看把它改成 像什么,用计程的方式啦,或者建构值的方式都可以 好,那这边的话呢,一样就是产生一个new,一个button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 那button的位置,button的其他你就把它add 直接把它add进来,就一个button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跟label其实大同小异,所以我们就 再往下看 再来的话呢,接下来就是说呢,它的大小跟 位置部分 一样我们可以利用像刚刚那个排版的方式 set layout 这个layout把它改成new 就是不使用它预设的排版方式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调整这个button的位置 那我们当然可以 用set bounce 比较简单 这个set bounce就直接可以 去设定说它的位置 那第1个就是坐标的位置 这个地方 X走跟Y走 然后其他大小可以调整 那另外的话呢,其他你把它调整一下 这个是有关于button的部分 这个比较容易跟 跟那个 label类似 那其他还有像和选方块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看